OK 这种节目平安 很开心 我上一次来,刚刚一年前 好,很开心 如果我没有见过不懂我 我叫殷仲文,英文名是Jermaine 以前在讀書的,受過Pastar Por的恩惠 所以他每次放假就會找我回來搞 我們開車時有個吐告,我們開車時有個吐架 主啊,我們請你的臉,以我們的吐架 開我們的耳朵,開我們的仙臉 後來我們又開花的仙去臨收你的教導 又請你高摩孩子的後 後來我可以施框你的花園 又請你以我們美為弟兄姊妹吐架 我們祷告師風靠,主的名字吐 Amen 好,我們今天的題目是無常教會 我們今天聽聽聽是無常教會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 就講一些跟教會有關的事 背景是美國的教會 這間教會的特別之處 就是他們在崇拜會眾裏面 有一個是露宿姐 我最近有看過一本書 它裏面說了一個故事就是說 在米格的一家教會 這一家教會的特別之處就是 在他們崇拜的會眾當中 由於這位是露宿姐 在故事裏面 就沒有說到這一班會友 和露宿姐的關係 但我相信他們和平共處 又沒有特別去排斥這位露宿姐 因為至少這個露宿姐 都翻了一間教會有幾個月的時間 在故事裏面沒有招待 他們這個全力會友 跟這位露宿姐的關係 但我相信他們有些可平共處 沒有特別的排斥這位露宿姐 因為這位露宿姐 由參加料者的州區的崇拜 又自居於這時 在那一年的感恩節 即11月底 那間教會預備了很多不同的禮物 給一些會友 負責的會友 又預備了一份他們覺得露宿姐 一定很喜歡的禮物 結果 露宿姐收了一份禮物之後 以後都沒有再返教會 那究竟 那些會友送了什麼給他 在來年的感恩節 就是差不多是11月底的時間 那間教會預備了不同的禮物 給所有的會友 複雜的會友 預備了一份他們覺得 露宿姐一定會喜歡的禮物 他們也相信非常適合他的 結果就是 那位露宿姐收取了這份禮物以後 以後 這人沒有回到這家教會 究竟 這位複雜送了什麼禮物給他呢 你想都想不到 這家教會送了一支除味噴霧給這位露宿姐 想一想不到 這家教會送了一支除味噴霧給這位露宿姐 我們今天的經文 記得在《仕途行轉》 11章1到18節 經文的開始 我們看到 受割禮的信徒 知道彼得和那幫美受割禮的外邦人 一起吃飯 覺得很震驚 因為他們覺得 這幫美受割禮的外邦人 是不潔淨的 我們今天的經文是記載在《仕途行轉》 11章1到18節 在經文開啟的時候 我們看到手裡隔離的信徒 他們知道彼得跟那些沒有受割禮的外邦人 信徒一同吃飯 我覺得很靜靜 因為他們覺得 這就是 在沒有收割禮的外邦人 是不潔淨的 在那時候的社會 不是所有信徒都這麼嚴謹的 特別是一些外邦人 比較多的地區 信徒相對上就會 沒有這麼嚴謹 在當時的社會 並不是所有的信徒都非常嚴謹的 特別是在一些外邦人 比較多的地區 那些信徒 就是相對相 不愧那麼嚴謹 經文的背景 很清楚是猶太地區 那一幫挑戰彼得的信徒 就主要是法利賽人 在他們的法利賽背景 我們就會知道 他們是一個很嚴謹 跟隨規則的信徒 經文的背景很清楚告訴我們 是猶太地區 而這一群 挑戰彼得的信徒 主要都是法利沙人 從他們法利沙的背景 我們就知道 他們是非常嚴謹地跟隨規則的信徒 事實上 在那時候來說 猶太人 並不是 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飯的 猶太人很歡迎那些敬畏神的外邦人 但是很特別 就需要他們先行國禮 這樣才可以一起吃飯 所以 在經文裡面 那些猶太人 是挑戰彼得 跟那些沒有受過國禮的外邦人吃飯 事實上 事實上 在當時來說 猶太人 並不是不可以跟外邦人一同吃飯 他們猶太人很歡迎那些敬畏神的外邦人 只是 所以 所以猶太人 首先要先行國禮 他們先行國禮後 才可以一起吃飯 所以 在經文當中 猶太人是挑戰彼得 跟那些還沒有受過國禮的外邦人吃飯 事實上 類似的場景 也曾經在路加福音裡出現過 只不過主角不是彼得 是耶穌 事實上 在這次場前 也曾經在路加福音的出現 只是主者 不是彼得 而是耶穌 在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九到三十節裡 有一個叫尼味的瑞尼 跟著耶穌 在家裡 大排燕籍 請耶穌吃飯 一大班瑞尼 和其他人跟耶穌一起坐 在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九到三十節裡 有一位名教這位的瑞尼 跟從了耶穌 在家裡吃宴 請耶穌吃飯 由於大喘 就需要跟其他人 跟耶穌一起坐子 一起同吃飯 法利塞人很不喜歡 挑戰耶穌 為何要跟那些瑞尼和罪人一起吃飯 在法利塞人的眼中 這些瑞尼和罪人 有一模一樣 就是不潔淨的 法利塞人很不喜歡 他們挑戰耶穌 為什麽跟這群的瑞尼和罪人一起吃飯 在法利塞人的眼中 這些瑞尼和罪人都是不解禁的 無論是耶穌或者彼得 他們都打破了猶太人的既有規則 今天我們作為一個信徒的時候 會不會像當時的猶太人一樣 因為面對一些信仰的衝擊 令到我們很不安呢 還是教會是由人組成的群體 在不知不覺當中 起了一幅無形的牆 令到人進不來呢 無論是彼得或是耶穌 他們都打破了猶太人的自由規則 今天我們作為信徒 會不會像當時的猶太人一樣 因為面對一些信仰的衝擊 而令我們不安呢 或是教會是由我們有人組成的群體 在這個不知不覺之間 誅起了無形的牆 讓人不能進入了 耶穌去回應法利塞人質疑的時候 跟他們說有病的人才需要看醫生 比特就用他看到的異象去回應質疑的猶太人 比特的異象就是看見聖靈 叫他吃了那些他認為不結症的動物 聖靈和他們說 聖靈和彼得說 上帝結症的不可以當作污族之物 耶穌回應法利塞人質疑的時候 告訴他們有病的人才需要看醫生 聖靈和彼得 彼得以他看見的異象 去回應質疑他的猶太人 彼得的異象就是看見聖靈 叫他吃了那些他認為不結症的動物 聖靈還告訴他 聖靈所謝真諒 不可以當作污族之物 今天我們在教會敬拜主 我們又會不會像猶太人一樣 去設定了很多不同的規則 讓人們來到教會當中 去認識我們的信仰呢 今天我們在教會敬拜主 我們會不會好像猶太人一樣 設定了不同的規則 讓外人進入教會呢 去認識我們的信仰 就好像說 可能在很多華人教會當中都很普遍的 就是你來參加教會 去參加聖靈拜的時候 麻煩你穿衣服要整齊些 你就千萬不要穿拖鞋 又不要穿背心 女生也穿得 不要穿得那麼清爽 就好像說 我相信大部分的教會當中是很普遍的問題 就是當有人來教會參加崇拜的時候 我們會要求他們 可是一直要很整齊 你不可以穿拖鞋 然後女孩子穿這個背心約呼 就非常不孝 我看完今天的經文 我就想起很多華人教會的批舉 而這些批舉 其實跟聖經沒有什麼關係 只不過是我們華人的傳統禮儀 甚至可能是一些儒家的思想 同樣道理 我看完今天的經文 我看完今天的經文 就想起了華人教會的非常多的規矩 而這些規矩 其實跟聖經沒有關係 只不過是我們華人的傳統禮儀 甚至是可能是一些儒家的思想 同樣道理 我們可以回到我一開始講的故事 為什麼老叔姐會離開教會呢? 老叔姐參加教會 崇拜了幾個月 理論上應該對教會很滿意才會留下 但是教會送禮物給他 表示心意都OK 問題當然是出在那份禮物上 同樣道理 我們可以回去 剛剛我在開始的時候 所說的一個故事 為什麼老叔姐會離開教會呢? 老叔姐參加教會崇拜已經有幾個月的時間 理論上 理論上 他應當對教會 民意才會留下來了 教會送禮物給他表達 教會的心意又很不錯 問題就是那份禮物 還知道是什麼禮物? 除微噴霧 噴劑 對普通人來說 這些除微的東西 當然無所謂 很多人都有用 但是送給老叔姐的時候 這個除微噴霧 牽涉了歧視 帶來歧視的成份 好像在說 哇,你身體有點異味 不要來教會 你噴香你的身 才好來 那份教會送給老叔姐的禮物 是那支除微的噴霧 對普通人來說 這支除微的噴霧 其實不代表什麼 可能很多人都有使用 但是送給老叔姐的時候 這支除微的噴霧 就是帶來歧視的成份 好像在說 你的身體有異味 你最好不要來教會 你噴完了 這支除微的噴霧 然後才來教會吧 你可以說 教會其實沒有做錯什麼 老叔姐敏感而已 教會的錯是什麼 就是 教會從來只是 由自己的角度去出發 它沒有達到不同人的角度去思考 就像猶太人一樣 那支支除微的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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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猶太人一樣 他們永遠都只是從自己的角度去出發 你們這些外賓人不結淨就不結淨 你們這些外賓人信上帝就麻煩你受過人禮 一直以來的傳統 他們是沒有錯的 猶太人覺得自己是沒有錯的 那上帝究竟是困在傳統裡的上帝 他們只是從自己的角度去出發 他們覺得外賓人就是不結淨的 外賓人信上帝就是需要行隔離 這是一直以來的傳統 他們沒有做錯 然後我想問的就是 上帝究竟是困在傳統裡的上帝 還是一個可惺惺的上帝呢 除此之外 特別在我們華人教會 今天面對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太過將儒家思想滲入了信仰裡面 儒家思想是我們華人文化的一部分 其實某程度上 跟基督教信仰入不是太大衝突 但是如果我們把儒家思想 放進信仰裡面 形成一些不成文的規則 就好像我們很看重外表來 外表的打扮來判斷人 有沒有尊重崇拜 那就有危機 就好像猶太人認為 沒有接受割禮就是不結淨一樣 是不是出錯了 是啊 除此以外 特別是我們華人教會 我們今天面對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將儒家思想滲入了信仰 我們的信仰當中 儒家思想是我們華人文化的一部分 本來是在某一個程度上跟基督教信仰沒有太大的衝突 但是如果將這些儒家思想放入了信仰 成為一些不成文的規則 就好像我們很看重外表去 外表的打扮來判斷人 又沒有尊重崇拜 這樣子 便會有危機 就好像猶太人認為 因為沒有借俗那一年 就像姑借戰衣 在十八世紀的英國 那時候的安納金教會 即是現代的聖工會 它有很多無形的牆壁 在十八世紀的英國 在那個時候的安納金教會 就是現在的聖工會 它們設立了很多有限無限的牆壁 它們設立了很多有限無限的牆壁 教會只是幾個中山階層才可以進去的 那些沙車請辭不可言進去的 當時的一位安納金教會的牧師 約翰衛斯利 他絕對不認同這種方式 他覺得福音是給所有人的 並不是限在某些階層的 教會就不認同約翰衛斯利的看法 約翰衛斯利就離開教會 要走出去去接觸一些抗共 去傳福音給他們 當時的一位安納金教會的牧師 約翰衛斯利 他不認同這個方式 他覺得福音是給所有人的 並不限於某些地方 並不限於某些災子以上的人 可是 他會 不認同約翰衛斯利的看法 約翰衛斯利 所以 就 然後 去 去 抗共 搶福音給他們 因為 約翰衛斯利這樣的行動 當時的安納金教會 不再歡迎他 走回到教會 約翰衛斯利很生氣 就說了 The world is my parish 全世界是我的目區 他就不再入教會 直接以後在戶外傳福音 因為 約翰衛斯利的行動 當時的安納金教會 不再歡迎他 然後 約翰衛斯利 然後 約翰衛斯利 很 很氣 他說了 The world is my parish 搶的師姐 都是我的目區 以後他 沒有再進入到教會 直至在戶外傳福音 今天再看看我們 就算我們沒有回到 昔日猶太人的處境 我們會不會 回到以前 這個安納金教會的處境 我們會不會 去建了很多不同的牆壁 將教會重重圍困呢? 今天再看看我們 就算我們沒有去到 以前猶太人的處境 我們有沒有回到 十八世紀 那個安納金教會的處境呢? 我們有沒有建立到 很多不同的牆壁 把教會重重的圍困? 我看不到下一張 我看不到 華人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就是很不經意的 把教會分成不同的派別 雖然我的名字是華人教會 基本上已經限制了 你來教會的只可以是華人 就算教會有英文崇拜 你都接觸不到其他種族的人 通常只不過是華人的下一代 我們台灣人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就是很不經意的將教會 分成了不同的派別 雖然我們名稱上面是華人教會 基本上已經限制了來教會的 只愧是華人 就算教會有英文崇拜 也不容易去解除其他種族的人 通常只愧是華人的三代 但是更令理想不到的是 華人教會又很不經意的 分成了很多不同地區背景的教會 烏龍岡不會 烏龍岡第一間 在Sidney很保險 就是有這些教會 幾乎全香港人 有些是台灣人為主 或者有些是馬來西亞華人為主 同一地區背景的人 聚在一起敬拜 其實是頗舒服的 容易交流 但是這樣又很容易使得 來自其他地區的信徒 覺得格格不入 教會形成一支無形的牆壁 妄礙信徒、參與和成長 很令人以想不到的確實 華人教會也會很不經意的分開來自不同地區背景的教會 在烏龍岡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在學裡很普遍 就是有些教會幾乎全都是香港人 有些教會全都是台灣人 有些教會全都是馬來西亞華人 來自同一個地區背景的信徒追在一起 其實有些蠻舒服的 大家又很容易去交流 但是整個子 很容易使得 乃至其他地區的信徒 覺得很難處湧入這個州區 那州區又 就有這個無形的牆壁 房外信徒參與和請贈 教會不是叫信徒跟他們的文化 而是要服侍來自不同文化的人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不求被服侍,但求服侍人 教會絕對不是叫信徒跟從他們的文化 而是要服侍來自不同文化的人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不愁被服侍,但愁服侍人 下章 下章 雖然 我們 基督教現在沒有了這個受割禮的規條 但是 在每間教會裡面 都建立了一些 不同的,很多不同的有形無形的牆壁 就好像昔日猶太人要求外邦人去接受割禮一樣 究竟這些牆壁是滿足我們自己 還是滿足上帝的要求呢 雖然現在我們基督教沒有了 收割禮的規條 但是在每一家教會當中 都建立了不同的有形無形的牆壁 就好像以前 那些猶太人要求外邦的人去接受割禮一樣 究竟 這些牆壁 是在滿足我們自己 還是滿足上帝的要求呢 上帝藉著聖命去告訴彼得 凡上帝所結證的都不可以當作污族之物 當時那些猶太人聽到彼得的見證 也都願意放低他們的堅持 至歸榮耀給上帝 上帝只在聖命告訴彼得 凡上帝所結證的都不可以當作污族之物 當時那些猶太人聽見彼得的見證以後 他們也願意放下他們的堅持 只怪擁有給上帝 盼望我們都可以去安靜自己 靜靜地聆聽上帝透過聖命向我們的說話 幫助我們知道教會究竟有沒有設立了一些牆壁 我們需要去打破 真真正正成為一個無常的教會 接納凡願意來尋求主的人 去榮耀主的命 拍完我們都可以去安靜之治 靜靜地去念聽 上帝透過聖命向我們說話 幫助我們知道 教會究竟策略了一些牆壁 好讓我們去打破 真正正正成為一所無常的教會 接納凡願意來全朝主的人 榮耀主的命 Amen